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风险管理 欢迎各位同学收看最后一个讲次风险管理的课程 本讲次想要跟同学介绍企业对于风险管理绩效的评估以及建议 并且作为本课程的一个总结 那本讲次的授课流程包括了背景的介绍是有关于聚灾的风险成本 然后去看看风险管理的成本的分析是什么 接下来风险管理的决策的绩效怎么去评估 包括了建立绩效的评估标准 还有衡量实际绩效以及评估的标准的差异程度 那第三个是去调整差异程度和修正整个评估 然后我们去看风险管理决策改进的方向 以及最后的结论 我们知道风险管理的评估是去做分析比较已经实施的风险管理的方法的一个结果 跟我们预期的目标契合的程度 用此来评鉴一下管理的方案的科学性跟它的效益性 由于风险的性质它的一个可变性 人们对于风险辨识和重视差异之间 以及风险管理的技术的日益改善 使得风险管理的效果的评估是在整个风险管理者他非常重视的课题 藉由风险管理效益的评估来定期的检视 修正风险管理的方法 用最小的成本来达到最大的安全的一个保障 以符合预期的一个保障 那良好的风险管理的成本分析制度呢 必须要是简明易懂而且不易捏造 符合三个要件 第一个是能够激励风险管理的人员来降低损失 第二个是能够使得风险管理的人员容易了解 而且具有它的公平性 第三个是方便风险管理去编制一个风险管理成本的预算书 那我们要以一个聚灾的风险管理的评估来当成例子 过去五十年里面天灾总共造成了有三千兆美元的经济损失 那大型的气象灾害的经济损失更高达了有一兆元美金以上 那我们知道台湾地处在天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区域 聚灾的评估和它的管理的观念更是不容忽视的 那我们知道所谓的聚灾它不只是天灾 它必须要是发生重大的财产损失的天然灾害 那根据美国有一个组织PCS的定义 聚灾它是造成两千五百万美金以上的保险损失 而且会影响到数量很多的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单一事件 那根据慕尼黑债宝公司的统计 从一九七零年全球总共发生了有一万九千五百多件的天灾 造成了有两百二十七万五千人的罹难 那其中尤其二零一年的天灾 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高达三千七百亿美金 是有记录聚灾损失以来的最大经济损失 那大部分的损失都是来自于2011年三月份 重创日本地震而所接踵过来的海啸 而2011年整个全球地震造成经济的损失 更是高达两千三百亿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图卡 那聚灾经济的损失总金额的部分 有高达有三千七百亿 其中红色亚洲的部分占了有两千六百亿 而经济损失占了有其中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一千一百六十亿美金 是保险公司在理赔损失的部分 那2011年的时候 保险业损失其实是第二大损失的部分 仅次于在2005年的卡翠纳飓风 跟利塔飓风所造成的损失 一千两百亿的理赔金额 不过由于整个全球经过地震的一个 经济损失造成非常严重 而购买足够的保险的保障又比较低 所以2011年大部分的经济损失 都是由个人企业跟政府部门来加以承担 其中亚洲地区它所发生的次数 更是最大的频繁 那罹难的人数占了总共有百分之五十一 不论是件数和罹难人数 都远超过于欧亚以及美加地区 那天灾所造成的损失 已经上升了有十五倍 它陡升的幅度更是超过了通货膨胀 甚至是人口的成长率 所以拒灾的风险管理的时候 我们要把拒灾透过发行一个拒灾债券 或者透过买保险的方式来加以移转 那如果拒灾从风险管理的成本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面的字卡 我们在发行拒灾的时候 它所发行的成本 跟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的保险成本 来相做比较的时候 那拒灾债券所提供的是多年期的期间 而且较具有吸引力的价格 并且能够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理赔程序 而且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它通常会以比较低的信用风险 也就是违约风险的形式 来提供一个比较具有实质安全性的一种保障 那原因是因为债券化的交易架构 在进行风险分散的时候 金融机构或者是拒灾债券 所成立的特殊目的机构 也就是SPV 它的信用风险比保险公司 它的违约风险来得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这三个部分 加以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如果我们从风险成本 相对于价格来加以做比较的时候 拒灾债券的价格 跟保险的保费之间的关系 常常是随着一个合保的循环 来加以做变动的 它是互有高低的 在某一些合保循环的过程当中 假设是属于比较艰困的时期的时候 像是遭遇到拒灾之后 那保险产业的资金 通常会陷入短缺 而促使的整个保险公司 会提高保险费 来弥补资本的短缺 这个时候拒灾债券的债券的价格 就会比保险费来得便宜 可是当整个保险产业 又是属于过剩的承保能量的时候 那拒灾债券它的面额 又相较于整个保险的保费来得更高 所以如果我们从保险的观点来去做出发 保险和再保险的市场的状况 才会是影响拒灾债券 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的一个重大因素 那如果我们从风险成本的理赔标准化的观点 来做比较的时候 其实拒灾债券的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理赔的流程是标准化的 因为在整个评估拒灾债券的过程当中 信用品等机构 它通常会以契约是否会提供一个清楚 而且不含混的理赔条件的条款 而这个因素的纳入考量的评估当中 那传统的保险契约 其实常常会有一些理赔的一亿的条款出现 那其实就会增加了很多理赔的成本 以及无谓的争议 那第三个 我们如果从信用风险的观点来看 因为拒灾发生的时候 保险人和再保险的产业 都会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所以消费者对于投保的保险公司的清偿能力 通常会抱在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 那相对的拒灾债券会因为你的资金 转向于信托的信托基金 而受到信托基金会来受让的一个基金的挹注 相对于整个平等的优良的投资项目上面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因为特殊墓地机构 它本身的利率在交换于相对人的时候 这样的资产所提供相对的担保的部分会比较好 所以在拒灾债券的交易架构之下 消费者所承担的较高的信用风险 可是拒灾债券同时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单一的危险 它相较于传统的保险来的更强而有利的资金的一个纾困的功能 那基于我们上述的优点 消费者通常会愿意支付比较多的代价 甚至去投保可以被债券化的一个债保险 而不会传统的去购买一些保险的方案 那经由以上的说明 我们可以了解 企业它在整个风险成本的大小 其实是作为整个评估风险管理者 对于安排或者处理风险工作的一个绩效 我想我们接下来要针对风险管理的成本分摊的基础 来看看是不是适当性 还有各单位之间的工作的绩效 责任的归属的部分 来看看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样 那风险的分摊 其实它的目的有四项 第一个是要激励整个风险的管理者 能够提升整个风险控制的绩效 第二个是求取整个风险承担 跟风险分摊之间的平衡 也就是各单位的责任归属的公平 跟合理 第三个是要提供风险管理者 风险成本的相关的资讯 第四个是要协助风险的自留的规划 以及它的整体的执行 那接下来就针对风险管理的成本分摊的内容 来加以做说明 像是风险管理的成本的分摊 它其实跟各部门的工作绩效 还有整个责任归属 其实有密切的关系 那分摊制度的公平与否 其实就会影响到它的绩效 所以风险管理的成本的分摊 我们可以分成下面这几种方式 第一个是风险管理的成本分摊法 那把整个风险管理的成本分摊 在各个部门之间 彼此这样的公式表面上 好像看起来是公平的 可是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 并没有来加以做考量 那第二个呢 是专门针对相关 因为导致整个风险管理实施良好的部门 我们去做一个相关损失 曝露单位的分摊的一个基础 那第三个部分呢 是以各单位实际的遭受到的损失的金额 来当成我们分摊的一个基础 那第四个呢 是以各单位在保费支出的部分 来当成我们的一个分摊的基础 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介绍 风险管理的决策绩效的评估 以及检讨和分析 我们知道风险管理的决策绩效的评估 是在整个风险管理流程当中的 最后一个步骤 当风险管理计划要付诸行动的时候 需要非常密切的监视跟管制来确保 它是不是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并且在一般的时间之内 来予以检讨分析它的绩效 如果风险有异动的时候 更可以适时来加以调整它的策略 因此根据这样的部分 我们有以下三个实施的步骤 那在风险管理决策的评估的部分 第一个是要去建立绩效的评估标准 我们在决定整个评估风险的管理绩效的标准 是根据操作技术还有财务 法律跟社会等等的各方面的标准 来决定风险的可接受程度 以及风险的对策 通常会根据企业的内部的政策 还有目标以及利害关系者的利益 来决定评估一下它的评量的标准 此外企业的内部跟外部的认知 还有法律上的要求 也会影响到风险管理的绩效标准的一个决定 那企业对于本身建立风险管理的制度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就必须要决定适当的标准 是非常重要的 那风险管理的评估标准有两种 第一个是行动的标准 第二个所谓的行动的标准 例如像每天每次我们企业都会举行 所谓的火灾防范的训练 或者每个月会定期的做 所谓的还安慰的评鉴等等的 另外一个是结果的标准 像是企业通过ISO的认证 排放污染污水的部分 那现行台湾的工业界 对于整个财产损害房主 以及风险管理的评估制度 其实都会采用比较具有公信力的 风险认证的系统 像是美国的AAA 也就是安达保险集团的认证系统 我们又称为损害房主 及风险管理的服务计划 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是以国际性的标准化 来当成我们审核的标准 它的内容有包括了 像是消防安全的管理 消防设备以及供应商系统的 三个大部分 而下面又可以再分成有 27个子项目 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个是所谓的制程化学品 供应以及排气的系统 那这个部分包括了 危害性气体的输送配 那还有包括危害性气体的 储存状况 以及液燃性的液体的储存状况 以及液燃性的液体的输配状况 以及危害性的制程设备的保护措施 以及捷径式的排烟系统 还有制程的排气系统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属于消防设备的部分 也就是消防 包括了像消防水源 还有公社的消防队 以及消防的编组 第三个是自动消防洒水系统 还有自动火警的警报系统 以及室外消防栓系统 室内的消防栓系统 首提示的灭火器 火事组绝分割措施 还有危险暴露情形 以及外在的危险因素 我们在评估制度 在建立员工对于火灾的防护认知 藉由简要以及标准的评估方式 把抽象的损失 还有预防的观念 深化在工厂的运作当中 那消防设备 它包括像火事的组绝分割措施 还有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上述的这几项的因素 第三个是消防安全的管理 包括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则 以及处理程序的书面化 接下来是工作场所的管理标准 还有消防设备的维护保养 电器设备的检查 动火管制的制度 那动火管制的部分呢 就是说整个企业里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 只要你有用到火的部分 就一定要跟 在企业里面的风险管理部门 事先做申请 申请要许可之后 才能够动到火灾的部分 还有接下来是吸烟的管制 以及消防设备 跟各项的危险因素 还有自我的检测 还有另外就是 火灾的防护的教育训练 以及警卫的保全系统 紧急的应变计划 消防设备故障跟停用的处理流程 是什么 那在此呢 整个风险认证的系统 都必须要有一个子项目 来达到一个高分 才能够达到所谓的三个A的认证标准 每一个项目的平均的分的标准呢 它分成了有四个等级 从最严重的缺失等级 就是所谓的SD 到部分的缺失A级 然后符合标准的AA级 以及最佳的水准 三个A的等级 那根据行政院研考会的风险管理作业手册 风险管理的评鉴系统 也可以分成有五个分级 Label 1的部分是认知跟了解 Label 2的部分是有计划的实施当中 Label 3的部分是落实所有的关键的议题当中 Label 4的部分是持入整个组织文化 还有持续的改善 Label 5的部分是已经建立了卓越的能力 那风险管理评鉴的系统里面 则包括了有下面的这七项 第一个是高阶主管人员的支持以及领导 第二个是风险管理的政策和它的策略 第三个是人员管理 风险管理的能力 以及被支持的程度是多少 第四个是有效率的伙伴关系 第五个是组织的管理程序 第六个是显著性的风险 是不是已经达到适当的一个处理 第七个是风险管理 是不是对整个组织有成效 而且有所贡献 因此可以透过像矩阵的方式 来加以了解整个风险管理评鉴系统 那我们还是一样是以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员会的风险管理评鉴的系统 的例子来加以做说明 我们列表如下 像是我们针对其中的一项 有关于高阶主管的支持 跟它的领导来加以做说明 在Label 1的认知以及了解的部分 我们是要了解管理一些 不确定的风险的需要 并且能够提供可用的资源 来进行改善 Label 2的部分 是要去带领发展 以及执行各项的处置 和风险管理的一些相关的办法 第三个是亲自扮演 整体的组织 还有各项风险管理的一个角色的部分 那在Label 4的部分 是要去主要推动 并且维持整个风险管理的文化 以及在整合性的风险管理的整个系统 我们去设定一个它的整个基准 那在Label 5的部分 是要重复的去强调一下 风险它所承受的能力 以及组织的恢复能力 像我们看到的红色字体的部分 并且要去承诺 以及做好所有相关的内容 那以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风险管理 决策绩效的一个评估 我们要知道 有系统的评估企业 它整个生产部门的安全防护的状况 其实是可以达到下面这四个目标的 第一个是抽象的损害房主的观念 我们把它具体化 简单易懂的一些 评件的系统 它把抽象的损害房主的观念 具体化之后 可以提高它的可行性 并且藉由一个有效的提高 公司员工对于像火灾事故的一个警觉性 而且可以增加员工对于损害房子 观念的一个认知 第二个是建立正确以及适当的改善计划 损害房主的计划 它所实施的危险平等的项目 包括像是消防安全的管理 或是消防安全的设备 等等的维护两大项 可以帮助各个管理的阶层 针对未达标准的这些项目 来建立一些正确 而且适当的改善计划 以及它的优先次序 那第三个部分是要 清楚各单位的作业的绩效 危险平等简单易懂 而且各项的危险平等的标准 具有它的一致性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致性的标准 清楚来加以比较各单位 彼此之间的作业的绩效 第四个是要了解营运存在的危险 那管理单位 它可以根据损害房主的计划 所实施的危险平等 彻底的来了解营运上 所存在的一些危险 并且在专案工程师的建议跟辅导之下 来改善危险的环境 维护安全 以及确保公司的获利 那评估等级 它是具有标准性的 可以使得管理阶层 它明瞭各单位 或者各工厂之间的执行成效 而且能够协助管理阶层 建立一个有效的工厂 改善措施的优先顺序 来提升工厂安全的防护层级 以及达到世界级的标准 并且可以将损失预防的观念 融入在公司的企业文化当中 进而来达成永续经营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具体的标准订定的时候 还必须要考虑到下面的各项的因素 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 评估绩效的一个标准 第一个是不是要是他们一个相同产业的环境 第二个是企业本身整体的目标是什么 第三个是风险管理的人员 还有员工的态度是什么 第四个是政府法令的环境 其次一个完善的评估绩效的评估标准 必须要具备有下面的这几个特性 第一个是要具备有客观性 也就是绩效在评估的标准 必须要公平客观 使得管理阶层还有基层的员工 都能够达到共识 第二个是具备弹性 也就是绩效管理的标准在制定以后 如果风险的性质 或者企业整体的目标有改变的时候 必须要随时来调整 第三个是能够显示它的异常性 也就是绩效在评估的标准的制定上 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检视 每一个部门在风险管理的 各项步骤当中的成效 而且能够适时来显示 这个作业异常的状况 并且主要需要去做修正的方法 第四个是能够引导整个改善的行动 也就是实际的绩效跟评估的标准 假设有落差的时候 可以透过一个评估的标准 作为风险管理者 它的改善的指标 而且能够引导执行者 进行一些修正的行动 第二个部分是要执行实际绩效 以及评估标准的一个差异程度 我们要了解 风险管理在推动的绩效 我们要去做定期的检讨 它是确保整个永续经营的重要手段 而且衡量整个风险管理的 实际的绩效 不论是行动标准 或者是结果标准 都应该要是一种可衡量的一个尺度 来加以表达 而且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必须要遵守下面这四点 第一个是要实际的来绩效 能够做客观的测定 第二个是要测定 这些实际的绩效的结果 必须要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个是衡量的尺度 必须要是能够具备有代表性 而第四个是差异的程度 必须要具备有显著性 第三个我们要去调整差异程度 或者要去修正它的评估标准的时候 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 整个风险管理的绩效 它的评估的标准 是建立在风险管理架构的一部分 而且不能够因为暂时的原因 来做任何的修改 可是随着特定的风险的发现 以及风险的分析的方法的决定 它的修改其实是具备有必要性 而且它的连续性是不可以忽视的 也就是说在整个风险管理的 绩效评估的标准 必须要配合整个风险的种类 以及整个风险的程度 并且要考虑到风险管理的成本效益 以及本身它可以用的资源 来加以做调整它的差异程度 以及作为修正风险管理的评估的标准 那一般来讲 在整个调整差异的评估的程度 我们分成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是要正确地来辨识 整个产生差异的程度的原因 第二个是要了解分析 差异原因的一个根据 第三个是要跟相关的人员 来进行沟通 讨论制定一些调整计划 或者是要去做修正评估的标准 第四个呢 是要去执行一些调整的计划 第五个呢 是要去评估执行的绩效 是否能够达到标准 或者是继续地来检视修正以后 评估的标准的适当性 另外在配合绩效的检讨方面 要制定一些激励的 讲成的一些准则 风险管理的绩效 它如果是不良 或者不好的单位 从严来加以益处 那最后呢 在整个风险评估的绩效的部分呢 更要注意下面这三种情形 第一个是 确认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估的时候 它能够获得的资讯的一个精确性 第二个是在维持风险管理 决策计划的一个检疫性 第三个是 简化合并整个风险管理的 决策计划的一个工作程序 那我们接下来 想要跟同学介绍 是风险管理的决策 它在改进的建议方向是什么 我们在整个观察 目前企业或者是个人 推动风险管理的现况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一般的企业或者是个人 要有风险的意识 但是仍然是有进步的空间 而且对于整个风险的认知 或者跟风险的观念 其实大不相同 那大型的企业 它虽然已经具备有防灾 防治或者金融 资通的安全 或者是传染疾病的防治 等等特定业务的风险的预防 跟它的应变的措施 可是大多数的中小型的企业 或者是个人 其实并没有针对它的业务的性质 来进行风险的评估 跟它的管理 也未必会采用一些降低 或者避免一些业务风险 冲击的一些行动 若是进一步来谈论 整个整合性的风险管理的观念 或者是机制的时候 更是缺乏 所以对于企业或者个人来讲 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决策是必要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可预知的紧急事件 它所引起的严重性 和它的潜在性的危害 像是火灾受伤 或者是危害生命的一些健康 应该要有一些有效的管理 来避免整个灾害的发生 那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决策 就能够使得受伤减少 或者减少人们的一些额外费用 维持我们的工作能力 那企业除了要符合这些 法规职业安全的 或者是卫生的一些规范要求以外 对于成本效益的控制 也希望能够准确地来加以掌控 并且确保个人跟企业本身的利益 那风险管理的决策 其实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那以下有六个建议 想要跟同学来加以说明 在赶进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参考的方向 第一个是高阶的主管人员 他们的管理阶层的一个承诺 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建立一个 风险的图像 第三个是必须要去建立风险管理 在既有的决策过程当中 以及做一些通报 第四个是要演练测试以及维持 第五个是要持续的风险管理的循环 以及做学习 那第六个是整合性的风险管理的机制 那以下我们想要针对这六个建议的部分 一一加以做说明 第一个部分高阶主管的承诺以及支持 我们要知道风险管理的决策 它要能够确实的来推动以及执行的时候 高阶主管的人员必须要了解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他无不以整个风险管理当成首要的任务 透过高阶主管的重视以及承诺 可以建立风险管理的决心以及资源的投入 确定整个部会在推动风险管理的过程当中 能够循序渐进 并且提升整个部门的成员 他的风险的意识跟他的文化 来培养整个风险管理的专业技能 纳入整个施政的计划当中能够落实 那第二个是针对风险的图像的部分 那所谓的风险图像 它是用来分类跟用来做描述整个组织 他所面对的风险的范畴 因应整个未来的环境的变迁趋势 而且为了了解整个企业的目标 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内部和外部的风险 都必须要来加以做一些风险的图像 透过系统化的分析以及方法的辨识 在整个流程当中的优缺点来加以了解 从既有的风险处理的能力 来使得协助风险管理的人 能够建立一个风险管理的策略方向 并且配合整个组织改造 使得企业本身的组织 能够达到原来的标准 第三个部分是要建立风险管理 在既有的决策当中的相关的通报 我们要知道风险管理在日常工作的当中 企业必须要把风险管理 跟现行的决策制定的结构 来加以做结合 并且企业的目标跟所有的业务 以及执行的流程过程当中 都要透过一些教育训练的方式 专业机构的资源 来建立一些风险管理的专业的知识 透过这个部分来加以提升整个风险管理 以及创造一些公共的价值 那第四个部分是要训练 或者测试以及做维持 比方说我们要去建立一些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透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一些演练 内容就到此完全结束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